美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这是今天第一场读报点评节目。 每一天太阳都是新的,多伦多现在已经天气转转了,好像给我感觉冬天终于过去了,但是也不好说,有的时候有倒震寒了。 因为这个冬天很麻烦啊,要烧血了,冬天结束了,就等于有一些事儿就是简单多了啊。 这个言归正传,今天新华社头管头调是习近平,就太阳都是每天是新的,新华社永远是新的。 每天一打开,就特别烦了啊,就看着这三个字就生气。 每天是老一条,今天催访习近平通冠国部,这个总统呢,就中冠建交六十周年,护制贺电,就刷存在感,啊,失败别人把他遗忘了。 这个,他给我感觉现在习近平最重视的是非洲的。 这个就和这个大后方啊,做好准备了,中非友好合作精神的生动写照。 他做好联署准备,如果冷战的话啊。 所谓对外开放,就像俄罗斯开放,同时也像非洲开放。 那么,如果打起仗来的话,那么就,看看能不能多拉一点这个,就是中心国。 国家多一点,和美国对抗,和美国开打。 那么,如果打赢了,打赢了他就占领全世界,终止全世界了。 如果打输了,打输了他就跑到非洲。 就这么个路线吧,对吧? 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大后方非洲的建设,大小事。 他都要参与。 而且呢,在非洲这方面不惜大伞利。 现在大家总有明白,为什么他对非洲的留学生那么重视。 又给你赞助学费,又给赔女伴。 这都是为了铺垫以后,对不对? 让非洲的人记住他。 就是退一步讲,最后最不好。 好的人呢? 还能过着穷舌其余的晚年生活,流亡生活。 有可能完全成为, 第一个流亡到海外的时候我就做到里面了。 你们做到世界准备了,不是我在这瞎忽悠。 因为他胆子特别小。 你看新冠来临的时候,一个新冠他都治理不了。 他挑起这个事儿。 新冠不就他搞的吗? 你看他就准备好了。 首先戴着口罩,派孙中南和李克强去治理。 他藏起来。 你就可以看到他这种性格,你很难抓住他。 他和7134步还不一样。 7134步,他最起码外访还回来了。 回来以后,就叫老百姓给抓住了。 就叫对立派给抓住了。 是吧?反对他的军队也给自己干掉了。 像他这,他肯定都打算。 狡兔三酷,进退有路啊。 他现在女儿肯定不在国内。 我就跟你讲。 前段几天,秀什么,他和他爸爸在一起。 那是骗你们。 他早就去美国,他女儿到美国,留这么一个根。 这几个在家,在家里这么忽悠。 他也在看。 他现在很恐慌啊。 怎么看出来的? 你从这一两天的报道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恐慌到什么程度。 今天有一条新闻。 你看,什么新闻呢? 全央视主持人,扑认文旅部复复长。 大家看,今天是最重要的新闻。 保证是只有咱们这个节目有。 谈着什么,是吧? 什么消息呢? 你看,这个,在这个时候, 张正任文化旅游部党组副主席副部长。 这级别够高的,张正是谁? 张正是节目主持人,对不对? 内陆媒体内媒周四22号报道,文旅部网站更新报道。 现任实际,中央后部委员张正已经提升了,副部长了现在。 当正66年出生,黑龙江名水人。 医生能当副部委员,黑龙江人发音特质。 一样顿错的。 我黑龙江很熟悉,你现在认识是黑龙江的人。 尤其小女孩,长得漂亮的声音,绝对就是副部委员的声音。 张正他是黑龙江人,1987年入党,89年参加工作。 他是博士,主播,看到没有? 所以,文远,85年到89年,在北京广播学,就传媒大学。 传媒大学,还有谁在那出来的? 昨天讲到了吧,陈永远。 哈哈哈哈,这很有意思。 他主持过新闻联播,经济办公室,政大送立。 还有大型的文艺晚会。 张正任。 后来呢,他担任什么呢? 中广影视文化演出型的副总经理。 那就他肯定是和党中央保持一支吹捧领导人。 他才不会像吹捧原来人。 小刺,划分,是不是? 他就是听话。 现在肯定吹捧习近平,假装吹捧也行啊。 所以给他官当。 他当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文化部,中国演出管理公司副主任。 贵州,千南西州。 就是给他一个州长,是吧? 委员会委员副书记,正听起。 让贵州,千西南州书记等值。 1917年,张正任任一日报总编辑。 是人民导社吧?光明导社。 21年三月调到河北宣众部长,直到现在提升了。 给大家看,张正是谁? 照片给你们看看,再看一看啊。 这是今天最大的新闻。 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你们想一想。 所以你做这视频,你们两把刷子去看,是不是? 那不是吹牛啊。 那就是因为崔永元事件。明白了吗? 习近平慌了。 习近平非常紧张啊。 他一看两会要出事,这些政协委员上代表可能问责他。 一方面开始抓什么抓,全国政协领导,对吧? 胡强,昨天抓了吧,是吧? 孙志刚,就给你们披露出来。 选个人大的选个政协,就输不及了,对吧? 还照亮。 然后委员抓了很多,今天抓了更多。 这时候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这时候又挑出崔永元,画个大恭喜,俏伟不明。 不平则明。 天下不是为东为斯。 这都是批批习近平。 习近平毛了。 赶快抛出个张震。 对对对,别学习近平。 学张震,这给你官大。 你没看出来啊。 你这个,今天是很大的新闻啊。 这非常有意思啊。 正于习近平,就搞得崇明了啊。 习近平的马蹄警,当然不会是习近平亲自操牌了。 习近平手下有的是,拍马屁股会拍,是吧? 一个打压,一个扶持。 你批评我,让你没看习书法。 书法才不像这里,在公开国内媒体不让报道,是吧? 只能在YouTube网站发表。 那局限性很大的。 你这密书报如果让他发广告,他卖书法,保证每天写不完。 对不对? 另外,你卖书法能赚多少钱? 人家让张正当了个大官说心里话,底下那请客送礼为了事。 是不是啊? 那我太了解那个这个媒体的情况了。 这件事非同寻常,就是崔永元这件事。 你不要以为他说,这仅仅就是一个话公鸡写个书法。 他表达了相当的一部分人对习近平不管的。 可能有一种力量推动,准备真认识罢年习近平,习近平看着毛了些水。 我赶快找这个张正来给个博尔党,哄一哄。 哄一哄也无济于事啊。 你为什么? 这是社会的发展,政治结构的变化,那板块的断裂。 它是有规律的。 到了今年,西米已经走投无路。 我就告诉你,他非常危险。 那么危险达到了什么程度? 现在终于出事了吗? 在昨天北京,是不是啊? 你看。 看中国网站,经传北京街头,经线大量碎尺块。 官方管控全民纵杀。 听见没有? 这中间半夜我就看到了啊。 本来我想做一个节目。 我太累了啊。 毕竟没人大了。 睡着了。 睡着了,后来我又看了好多报道啊。 今天早上看到了,目前最详尽就是这篇文件了。 看中国网站,报道。 近日网络传出北京六里墙,附近出现大量碎尺。 但由于中国,官方媒体没有相关通报,外界无法掌握细节。 2个21号,海外社交X平台上传出北京六里墙大马路上出现的碎尺块。 不是牛肉身口啊,是人的尺块。 抛在马路上,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那是非常繁华的。 那就等于示威警示。 根据网权图片显示,马路左侧车道数十里范围内,散漏了大量的碎尺块。 也不知道随着人砍了,其中部分尺块用白布布盖包裹。 还有大量零碎的尺块裸露在地面, 直到被追行路障隔开,现场公安守护着。 因为这肯定不是牲畜的。 牲畜的马上清洁进去就完事了,对吧? 他带着等警察来,那就证明人体尺块。 人体尺块和动物不一样的,颜色都不一样的。 这个本人在监狱里边左边躺,右边躺,有很多都干这个的。 还有个知己的尸体,跟你讲怎么知己。 女的怎么知己,男的怎么知己,你不听都不行。 他整天在这讲,我跟你讲啊。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啊,那不是脆牛皮,还是耳术能详啊。 人家一放着,我就知道,我问看了是不是人体。 你不相信,不相信,我给你讲一讲。 但是这个平台不能讲啊,就是唯一的社区规则。 我老家,我跟你讲,真是见识了很多东西啊。 我就跟你讲,有一个人他是刷一个女的, 他怎么啥的详细过程,他描写,你不听都不行。 他天天在那讲,你怎么办? 讲来讲,就不大回事了啊。 他刚开始很不能接受,我讲作为一个文人,听了以后都有恶心。 从网传视频可见,现场街道,右侧,路牌写了六里桥,西局,魏民街。 这都是交通要道了,对吧? 有当地网友称这书名,事发地在北京,丰台区,六里桥, 军阵附近,给大家看一看。 这里有小视频,我就不播放了。 你看照片已经很清晰了。 这是这些海外的相当大的信息,表明什么呢? 表明社会的动荡正在进行当中。 一场全面的社会动乱即将到来啊。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忽悠我给你讲啊。 有的人认为我还在这削演,不在削演,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 你把今天习近平下什么样的杜正抛出来。 是张震是吧?张震还是杜震。 我对他不太了解啊。 我就跟你讲吧,即使你把他搬出来,就不了了。 有人暖就不了,习近平政权那叫垮胎啊。 因为他的垮胎就是我给你讲,很可能搞不好这些事情。 非常非常差点。张震。 张震,我对他太了解啊,王志我很熟悉啊。 你王志昨天讲的到大连平平商场邀请的,不是王志去的? 嘿,王志也当了小官现在是吧。 这个人挺稳的啊。 他不太愿意讲话啊。 这个也比较小心啊。 那几个临时钟,就是给他拍摄那些人, 其中有个女性是何比施家庄的吧。 下楼都搀扶着这个王志。 这些王志都有一个城堂,搀扶着。 我这亲眼看见,就想想,还有那个时间。 啊,搀扶着时间,他没看过王志。 王志都失求了,搀扶着时间。 时间是制片人。 哎,时间哪去的? 时间最近没有消息。 原来中方时空,时间可以有牛的啊。 或许出事了,时间挺牛的。 你看这里面,这样讲吧。 从拍摄视频中可见,拍摄者不断发出惊哭声。 而当经过警察时,也可见镜头被藏在汽车方向盘的后面。 网友猜测,这是为了躲避公安。 拍摄当天是北京时间2月20号清晨。 但由于中共官方没有报道,公安门也没有报道。 而且大陆平台呢,搜索虚目。 巡查不到任何消息。 太怕了。你看,举线。 举线,山东举线,到现在有报道,没有报道。 这证明这个事非同寻常啊。 与此同时,哈塞医生大桥断了。 昨天也有消息说,那个消息不是革命迅搞的。 那个消息应该讲是一个安全事故。 今天官方已经报道了。 关于大桥这个事情,媒体报道的比较详细。 我们给大家解读解读。 广州大桥被撞断,瞬间影片曝光。 名称动幅杂2.1。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汉州国网站报道的。 汉州国网站是一家在美国的, 由法律工体系办的一个媒体。 但这个媒体我认为是办的比较好的, 比较全面的报道。 每天社会新闻非常多呀。 22号广州立新杀桥,杀大桥。 被过往的船只撞乱。 你想,船只把大桥撞乱。 这是什么桥? 你想,等家里打起来, 就中共这个航母就是观赛吧。 这点很快就沉默了, 你别人看了。 不堪一击。 这篇文章讲, 他说,目击者称, 有车辆,火避不及最强。 截至目前, 官方称为两人死亡, 三人失联。 事故正在调查。 还有信息报道, 就证明CTI安全事故 不是有人破坏。 咱们实实在在讲。 和这个London石块, 还完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 广州海事局, 官方微博公信号, 微信公众号, 广州海事报道。 截至, 22日上午10点, 初步调查, 涉事车辆4辆, 电动摩托车1辆, 其中2辆可落水, 其他3辆落到船上了。 截至目前, 2人获救, 2人死亡。 你获救了, 你身体的器官, 软阻射, 骨头都在受伤。 这不开玩笑的。 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涉事船主被控制了。 为什么这么多的事都碰到一起了? 没什么奇怪的, 我给你讲。 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出, 立新沙大桥中间悬了一块, 聚报。 立新沙大桥是三民岛居民, 出行主要通道。 事发以后呢, 桥梁实际了交通管制。 岛上民建村, 资部书记叫宗伟伟, 宗伟伟说呢, 目前, 还有, 船, 渡船。 就是出行的时候, 你可以有些其他交通设施。 这个不受影响。 稍早监控视频, 固况瞬间显示, 只见货柜船。 这个船是货柜船, 拉货的。 说是操作不到啊, 说是驾驶的人, 驾驶人操作不到。 给大家看看, 其实你看这个视频, 是最详细的了, 我不播放了, 人家是有版权的, 现在版权越来越受到保护了。 看来有的时候这个, 要注意版权, 否则受罚。 据报道, 南沙巴士一个车队, 驾驶员叫梁金华, 驾驶员驾驶是一辆公交车。 星期四上午五点三十一分, 行走到了南沙区三民大桥市。 大桥受桥下团指撞击, 锻炼, 该公车随即掉进去, 掉到水里了。 你想像你的驾驶车底下断了, 互通性掉进去, 你说这是该动吓人的一件事。 词照写字, 立新沙大桥, 在九四年间, 江泽民时代间, 共产党同志家, 这两个问题是共产党的问题。 它是三民岛, 连空网外界的主要通道, 南沙九路公交车便是从此桥经过。 根据打捞上来的颜色探索, 这收存的公交车是南沙九路公交车。 大体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于此, 人们就开始指责这个, 怀疑这个大桥的质量。 他说大桥啊, 在2020年, 对大桥的桥引桥乡梁进行维修架构。 他为什么架构, 他说以前有问题。 通过车辆的限定是15吨以上的20吨以下, 只能这么多的承受压力。 21年, 区政府对该桥的公航口桥的架构防撞措施。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质量问题, 偷工减量。 不然他要抓人了, 是不是啊, 查一查死, 谁在里面吃死摊木了。 回到这个新华社, 新华社新闻今天很多啊, 昨天讲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这就是吓唬我当官了啊。 要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做, 否则抓。 你看下一题, 下一题, 所有省份和组建什么党委工作社会部。 啥意思啊? 凤桥经验到基层啊, 将来以后, 不仅这个县级公安可以抓人, 彼得左连右手都可以抓人。 只要给你戴着红袖镖, 你看开始了。 24年, 各级党委的社工作部, 把这工作部就验伸到社会的最小的戏胞了, 这街道, 秩序都有了, 要四下阶层, 千万工程, 小车拉大车, 看见一下, 搞这些名堂啊。 这毛泽东时代就搞这东西啊, 零零零零零零, 几个人就来到你家给抓走了啊。 有的之前上墙了, 枪毙了我跟你讲, 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下一题, 一季度消费市场称平稳趋势增长。 现在就是这个三驾马车都熄火了啊, 经济不振, 怎么办? 开始鼓吹消费, 另循环呗。 为什么还鼓动这个晶晶记, 一体化, 那就我们互相开放, 你的人到我, 我的人到底, 你上我招商, 我也在招商, 对啊, 死循环。 你看这个下一题, 我国民区的农民租岛, 这是村庄桂花, 是不是要打仗了? 你看这一两天不能斗袭这个台湾吗? 尤其是今天, 很大的新闻是台湾问题, 美众医院跨党派议员访台, 加克达尔来了, 到台湾了, 呼吁先交付台湾导弹再生产, 这个在台生产武器, 看见没有啊, 这是美国政务院, 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委员会特设主席叫加克戈尔, 在台北, 和这个韩国瑜见了面, 还和这个蔡英文也见了面, 这是很大的新闻啊, 再加上这一两天, 发生了这个, 中共这个渔船碰瓷, 这两人, 然后借这个机会开始对发难, 老胡今天也跳出来了, 挑出来党中央部署, 开始威胁台湾, 是要下一步要采取措施, 老胡一定是中共交给他的宣传任务, 对吧, 这表明局势很紧张啊, 有可能出事, 要出事打起仗来, 将来农村就是个大火, 对吧, 党政兼机关就要开放, 农村转移了, 开始早就做好准备了, 实际的习近平早在这之前, 不就搞什么乡村振兴了, 对吧, 所以这个以后的什么, 这个, 直辖市啊, 北京啊, 上海啊, 广州啊, 福建这些地方就成了前线了, 就看维吾战争就看了, 是吧, 现在这个, 普京现在又缓过来了, 流得不得了啊, 你看这个, 梅吉梅耶夫今天怎么讲的, 阿道基夫去啊, 因为乌克兰从地球上抹去啊, 是吧, 而且杀黑手搞爱傻, 到西班牙把这个叛逃的飞行员直接干死了, 你看那, 今天风光光怎么讲啊, 说那个, 绝合叛逃, 叛逃的人, 你背叛了普京, 要像, 让你像狗一样死去, 这和习近平一样, 习近平就是这样, 到处立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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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风光光, 现在已经成了, 中共打败先的, 下一个喉舌了那天, 很有意思啊, 你可以看出, 风光光光的报道, 就可以看出, 中共站在哪里, 啊, 完全在为这个俄罗斯, 讲话啊, 今天是特别明显, 你们看一下, 今天这个, 风光光这些新闻嘛, 你看第一题, 啊, 这个第一题, 当然是讲企业家的啊, 咱们不去, 多渲染, 啊, 一题, 讲, 没接没补, 二次探讨飞行员, 三次普京, 普京现在要做上, 这个, 战略轰炸机, 准备向美国设计, 要飞40分钟啊, 上面携带, 要携带核弹, 啊, 1160M站起, 你看到这个, 到这个地步了啊, 这个, 而且呢, 拜登也走偏了, 拜登年纪也大了, 嘴上挡不住, 把门的, 罵胡锦是狗娘眼, 你看很有意思, 这个, 福克网今天, 使劲在这里, 渲染这个事情, 玩胡锦军也开始了, 等着看大陆方面的行动啊, 你看, 你看这个情绪, 整个的国际局势啊, 现在是, 躁动不安啊, 有可能战争开打, 开打以后, 你想想, 你正在跟美国打建了以后, 美国一哄的话, 你这个什么, 北上广深, 废墟, 就变成废墟了, 人们就跑到乡下了, 是吧,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乡村建设啊, 这个, 规划, 但现在讲的还挺好听, 还农民主导, 到那时候不是农民主导, 军队主导了, 对吧, 你看眼下, 建议提案办理, 建成效, 马上开两会啊, 怕老百姓提一些, 怕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你说是花瓶党, 他一旦哪天出事, 就不是花瓶党, 跟习近平翻脸, 他都下台, 是吧, 害怕呀, 所以习近平马上把这个, 这个张震提巴下来了, 是吧, 又好打压崔永远了, 是吧, 你看今天这个, 这个官业这个政大委员政协, 政协委员这方面的报道非常多, 他把别人讲话呀, 还有经济经济总量, 跨, 连跨五, 五个万亿元才写, 叫崔永平, 这都内循环了, 下一题透过人气看旅游, 这也是用旅游带动经济, 还有下一题, 维护市场正常交易, 这政界会讲, 这完全都是胡扯, 你想这个, 股市是什么, 股市是你自己炒, 不需要党来支持, 是吧, 它正处行为恰的相反, 反正在这里, 大记者问怎么讲呢, 说是, 股市有账有底是规律, 有买有卖是常态, 讲人话不管人事, 监管部门对正常的市场, 教育不干预, 他每天都在干预, 对不对, 就像他讲, 全国人民每天都在这样的违心, 昨天给大家介绍了吧, 是吧, 庞杰田的事, 郭飞, 郭飞行的事啊, 余文森啊, 是不是, 这个杨军的事, 你看, 他今天还在这讲, 他这就是, 共产党是一个骗子党, 中共骗子党每天都在撒谎, 全世界最美的词句他讲的, 全世界最坏的事, 就是个党干的, 是吧, 股市也是一样, 股市你卖他都不让你卖, 就是为了撑着股市, 即使这样一撑, 撑不起来, 大概率还要底啊, 现在眼下稍微混一点点的, 都是不正常, 你看下一题, 自由一个人走运, 民政部发布了, 2亿2千2.2亿彩票, 终奖一项的通报, 有个人呢, 中了大奖了, 一下中两个来乐坏, 于是有人就生气啊, 人都是这样, 他这个中奖, 中奖也后, 你比如说, 现在你要买649, 一下挣了几千万, 熟悉你的人, 保证对你不一样, 过去不搭理你的, 眼皮不细夹那些人, 马上就开始电话不断, 请求你的赞助, 留在你后果, 是吧, 滚头脚, 你要一旦, 还有一个人是气的不行, 他们都给你杀了, 是吧, 你自己也变了, 要叫我看千别走, 你送了, 你这一生就完蛋了, 对不对, 以前可能很平静, 这一下就完蛋了, 你想想, 你包括你家人之间, 都在打起来, 都和以前不一样, 以前没钱, 水啊, 两口坐一个车, 什么好得不得了, 晚上爱人, 你肯我肯你, 难准难分, 到那天, 就开始这个, 这人呢, 财不太多, 不是好事啊, 你看中奖, 你就看加拿大, 六四九犯的中奖, 有几个最后好结局了, 车喝, 嫖赌, 离婚, 最后还有, 还有了, 自己又变成穷光大了, 我看到好多报道, 没有听到谁, 就获奖了以后, 生活正常了, 是吧, 这说明什么, 就物质财富超过人的, 正常收入之后啊, 没有意义, 真的, 你有钱只能方便, 不能幸福, 真的, 你就是方便, 想到哪里, 想到哪里去, 但实际上, 你这种中了以后, 无穷的烦恼, 真的, 我不是在这, 穷算, 不是这个, 心里话, 我有时候也去买啊, 真的, 买, 你买的时候想, 我要中了以后, 咱们就是成立个小团队, 把这个视频好好摘一摘, 你等这种中了以后, 你就想一想吧, 你就管理那些人, 我也当过小领导, 狗腾吃了, 这个给你打电话, 告他, 那个打电话, 告他, 互相自己争斗不起, 只要有了人的地方, 就逗, 你包括你公司, 你不可能都是以色色男的吧, 男的不听话, 你找女的, 你找女的, 别人就可以造谣, 你看, 他就会养养养小三, 他俩不正常, 你没事他也给你造谣, 是吧, 有事跟你宣传, 每一天, 犯的无断, 一路之事, 一天就可以给你干账了, 是吧, 你看, 家庭有个幸福, 这些破烂事, 良言以弊啊, 我跟你讲, 这么也没了, 是吧, 所以这个人为什么引起争议, 就钱太多了, 你看, 玩到最后, 钱这么多怎么办呢, 民政部去发出通报, 经过审核, 他这个确实是运气, 和悔, 好, 就讲这么一件事, 实际, 因为人们对财富的追溯, 永远是怎么提起来的啊, 你看, 下一题, 两部门面向四省份, 这个关于森林, 内火的事, 贵州, 221区森林火星, 为什么这么多啊, 有些火星是自然的, 对啊, 有些故意放火, 生气, 不嘛, 因为整我, 我爹腐败抓了, 你爹腐败不抓, 全这应付, 我没办法给你点他一把, 对不对啊, 或者贫穷, 家里特别穷, 老爷不能支付起来, 怎么办, 手退下, 管他, 是不是啊, 这都很重要的原因, 否则怎么可能一个贵州, 二百多起, 你要是21起, 两起还可以, 这至少说明这些救火的部门, 什么, 管理山林这个部门, 不作为, 为什么他整天都在那, 学习协和系, 他能好啊, 你不学习协和系, 你像加拿大这样, 谁能以特鲁多位和系, 你找中央, 是吧, 都各个干了各个事, 你看下一题是, 乌鲁又风连雨啊, 你看今年的, 曲特别大啊, 特别是在, 李克强的老曹, 冤情啊, 对不对, 还有雷打, 干打雷, 是吧, 今天早晨也听到了一题啊, 管理山林的新闻很多, 等到下场给你们, 详细先给你们介绍啊, 特别特别多, 你看这个, 今天要文聚交, 我们来看, 习近平的特使, 蒋座军出席纳尼比亚, 已故总统, 这个国葬仪式, 我问你, 为什么现在派他来, 派他出来, 哄他吧, 怕他不提一些, 他什么身份, 什么身份, 蒋座军, 正邪副主席呗, 是不是啊, 你们别闹啊, 不要参与对我的法难指责啊, 听说你们要跌尾, 别跌尾, 我说好话, 我派你当特使, 就像哄胡思华一样, 哄完哄他, 讲奏些人啊, 那习近平就搞这名卡, 包括昨天, 辽宁提搁的领导干嘛, 还内蒙古的, 咱那个同学的, 王立, 王立霞的动作, 那不都是哄这个, 这个这个, 王冬明嘛, 王冬明是人大副主任, 是吧, 因为主任赵乐际, 不怎么理习近平, 你知道吧, 搞不好这个, 这个, 这个, 发难这个总共才就赵乐际啊, 那习近平, 为什么派这个, 刘启烂第一站是在内蒙古当, 纪录树的, 刷胡春华的人, 刷胡春华以后到辽宁来了, 辽宁刷胡春华到哪去, 清海, 坚持着, 照着急, 照着急一看, 看你啊, 你整我, 我怎么还要你整啊, 就开始整理发难啊, 我估计的苦衷这个事, 人大政协开会的时候, 在这个习近平上也要, 习近平你看, 马上哄王冬明, 东明, 怎么样, 辽宁还是需要很多伙儿, 你找着人选呢, 你看王冬明不就提了好自己的底细, 你看不出这个路子吗, 是吧, 他的靠王冬明给他捧出脚, 他话人大出事啊, 你是最大事啊, 今天红一红讲座的就是, 哈哈, 这习近平看来, 在党内现在也是四面楚, 暗起葫芦扶瓢, 李克强死了, 还有其他人挑战他, 是吧, 你看, 最高法谈智慧财产权, 财产权, 司法保护, 加大群权赔赏力度, 知识产权确实要保护啊, 你看最高减深化群众, 契房县界有回复, 这都是怕任大人提一件的, 人民群众可能提一件, 你为什么契房还抓呀, 对不对, 你契房不是, 相信你才去访问吗, 想找暴行天到京城去找, 没想到被京城的暴行天, 又打回到了地方去了, 所以呢, 其实那些信件, 你给他没有用, 他就批到地方去了, 谁告你, 你去告谁, 他批到谁了去了, 有的人都找那个法名, 你看, 你告一啥用, 还到哥们手里, 我狠狠的整理, 爱上哪高哪高, 你现在试试看, 你要在中国国内, 你告谁都告不了, 你在加拿大你看看, 司法是独立的, 对不对, 你真正抓着发柄, 这里也可不客气啊, 为什么加拿大这种比较好, 原意在这, 有说理的地方, 这个都大忽有, 因为养会要开了, 他就开始讲什么呢, 2023年1月到10月, 检查机关共接受群众信访81.2万件, 其中重复信访22.4万件, 他就开始秀这个, 这数字都是虚假的啊, 社会矛盾要想解决, 就政治体制改革, 共产党下台, 两部门推进面用一含两书制度, 保障劳动者权益, 也是这个问题, 司法不独立, 你的工人告厂长, 员工告董事长告不赢, 对不对, 还有我国制定探大方, 探综合这方面有200项以上探大方, 积蓄标准, 就在这方面和美国多多少有点合作啊, 后边还有很多都是讲这个人大, 你看代表委员屡职故事, 看见没有, 这都是红的一些代表, 他不能都得罪呀, 不过有几个小温馨的, 小题目还挺好, 从一杯春它品出什么, 就中国的乡村以后也有呢, 麦当劳和积毛看的, 这挺好的, 是吧,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不错, 中国游轮迎来出速啊, 就是中国人一开始出去旅游, 旅游确实你们应该出去看啊, 上游轮去, 都得几天是吧, 特别带着爸爸妈妈, 这个爷爷奶奶的啊, 还有一家人, 哎, 到游轮去快乐回乐回, 这都是个新鲜事, 还有精进器, 升级人力资源, 互取协同, 啊, 协同地方标准, 就是证明内循环, 啊, 反腐败方面, 今天大动作, 云头, 看, 昨天我给你们讲, 对吧, 说我老家跟你们讲这些事, 都得到了验证啊, 那一条面证呢, 我跟你讲吧, 你去看这个, 中西北的网站, 你看今天这个, 中西北的网站啊, 抓人, 你又知道, 习近平现在处境, 是非常的危险啊, 他知道人大, 这个, 签证会的期间, 是一个卡啊, 经验啊, 也对他有一些人, 不得多啊, 尤其是被克强上的, 干掉以后, 云涛涛啊, 你看今天, 他抓了多少人, 云头, 骨盔流行公司, 副总经理, 温培彬抓了, 他为什么抓他, 这种人肯定是, 不是正邪委, 就是人大那样, 这个大型的, 超大型国企, 还有云南省工业投资, 股心公司副总市长, 这个应该念杆吧, 杆有杆, 是念杆啊, 因为我自己猜, 本人也是属于文革一代论吧, 是吧, 这个人被抓, 也是因为这, 他一定都是, 一般国企老板啊, 都是他戴个正线的人, 戴个红帽子啊, 告诉你们, 好好听, 别给我新闻提起, 你看这人都抓, 再不老是抓, 是吧, 因为, 为什么云南这样, 云南是北岸, 清光荣的提起很多, 还没完, 中国仪器审计于法务部总经理, 严峰, 以前仪器我很熟悉啊, 楚云峰啊, 中央委员挺拥的啊, 现在不是的, 这一看就长春的仪器, 这是孙政才的提起, 或者是巴音超鲁的提起, 再不就是国资委的李克强, 因为他这个仪器一般来讲, 地方官员他都不理啊, 支通中央啊, 人家安刚都是, 还有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 康越林, 这一看周强的铁哥们, 还有河南, 徐昌市纪委书记抓了, 这一看李克强老仓, 徐昌嘛, 叫罗军, 还有四川纪委, 街委, 渡成都工业学院, 基建组, 援助长抓了, 这一看也是刘旭丸的, 是不是啊, 四川嘛, 刘旭丸的提起, 黑龙江这个省, 哈尔滨市红十字会, 党组数据副省长, 这我不能确定, 对不对, 估计也是比比派, 要不就栗战书的提起, 习近平也这样, 大佬都穿孤鲁帽子, 手下不能有弟兄, 弟兄全爪, 王岐山也是, 打击王岐山昨天也有一提, 海南省, 巡视组员, 副组长, 吴杰被抓, 一看都是王岐山的嫡妻, 基杰呢, 王岐山, 南京, 现在海南了, 告诉你们, 两会不会搞事啊, 搞声哥们给你翻脸, 抓, 这习近搞到这个程度啊, 最后你们再仔细看看, 张正这个故事, 是不是我说的, 还是咱们飞行准确啊, 是吧, 你这个节目不白看, 谢谢,再见。